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蔬食新闻是什么 你相信吗 葡萄牙的公共餐厅 如果再不提供素食餐就犯法 经过葡萄牙素食协会多时的努力 累计超过一万五千份签名的请愿书 在三个左翼政党的共同推进之下 于2017年3月3日通过了这项最新的法律 法律中明定 所有的学校 医院 监狱 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的餐厅 必须在未来六个月之内 开始提供不含动物产品的食物 好让葡萄牙吃素的民众能够更加的方便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有一群如素的朋友为了照顾大家的健康 纷纷自行研发 制作出颠覆传统 充满创意 同时又营养满分的早午餐 不论是中式的养生紫米饭团 蔬菜冲抓饼 五行手工煎饺 还是西式的吐司 三明治 汉堡 通通都有 样样都美味 今天雅里就给您最抒情的早午餐新提案 俗话说 一日之际在于晨 有句话也说 早餐要吃好 午餐要吃饱 晚餐要吃少 为了欢喜迎接每天套杂的这一餐 有两个大男人放弃了原本优渥高薪的工作 只为了完成单纯的推速梦想 每天早晨 天光回亮 Vins和Victor就已经守在店里 等着和亲友们到早安了 其实他们口中的亲友们 指的就是顾客 期许自己用照顾家人般的心 招呼每一位愿意进门吃素的客人 开这个店要提到一个 应该算是我素食的一个 教我料理的一个师傅吧 那他常会把一些荤的食物 转变成素食 为了让素食素食的人可以吃 包括我们饭团 还有很多食材 好头瓜都是他教我做的 他在两年多前 在我们开店的那一个月的时候 过世了 其实他之前就很希望 把素食能够推广到 更多人可以吃 我也是希望能够承接他这个心愿吧 Vins原本从事建筑业 在年少时因为尊重生命 而自愿吃素 Victor则是擅长行销企划 从小就跟着家里饮素 拥有相同理念的两个人 一心直管 先把蔬食料理做得好吃 做料理要让人家健康好吃 有一个很关键就是 营养要丰富 所以我们用最基本的 营养学的分类 我们用五种颜色的食材蔬菜下去做料理 那另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我们是蔬食 不加五星类 所以口味上也没有办法像一般 荤食它那么的重口味 所以这是我们要挑战的地方 最初设计菜单的灵感从哪里来 Vins笑着说 把自己爱吃的东西全都放进去就对了 研发菜色时 他们只计较用什么样的好食材才对味 而且坚持要做大分量才够吃 我们小肠是身体 人的身体的七倍 牛羊的小肠是身体的十二倍 那所以我们人是比较接近牛羊 这种比较适合蔬食 所以我们蔬食大概半小时之后 就会消化完毕 但我们人如果要吃肉类的话 它消化正常都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有时候食物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种温度都很容易变质 所以我们觉得说要让大家吃十分饱 如果一般吃荤食 敢吃七分饱是比较健康的 现点现做的餐点 每一份都装满了诚心和诚意 透过美味的餐点打破荤食的界限 让荤食者自然进入蔬食的领域 不光是一种挑战 这也是一种另类的成就 也许大家可能以前吃肉的比例 可能是八比二 但我们希望推广素食 让大家也许能够慢慢转成六比四 或是说五比五 这样子其实对我们 以医学上的角度 对我们身心其实是比较健康 花吃药的钱能够花在料理身上 就是身体越健康 你就不用去吃药了 又可以吃到美食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一位活跃于两岸三地的室内设计师 为什么会开启餐饮店呢 他把自身的坚毅和执着 全都一一融进菜盘里 不为别的 只为了呼吁大家 能够更重视健康 吧台里忙着制作餐点的店长 很难想象原本对餐饮界 一窍不通的他 竟然依鼓脑地 投入了早午餐的料理世界 最主要是因为我生病 刚开始就是我 就是做室内设计嘛 然后做了二十年 就是上海台北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胰胀发炎很严重 只要吃到外面 有化学添加剂的 我就会吐跟拉 然后我想说 这样不是办法 所以我就开始调整饮食 然后早睡早起 身为前程佛教徒的店长 早已如宿二十年 大病出狱之后 全面执行无添加的纯净饮食 在信仰的感召下 更启动了为更多人 追寻真实的舒适旅程 我们在就是每天早上开门的时候 就是煮茶 新鲜的茶 新鲜的酱料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 然后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你卖个蔬菜水果 要这么高的担价 我们没有办法冷冻 对啊 这些什么鸡肉鱼肉都可以冷冻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当天没有卖完就是厨余啊 然后隔天又是新鲜的 现在还不能收集平衡 一直都还在陪钱 所以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 有这样的福报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上午开店做早午餐 下午做室内设计 虽然承担着庞大压力 但为了推速的使命 又让店长数度舍不得放弃 因为他知道 即便只是我们天天喝的茶饮 也紧紧关系着健康的好坏 本来我们就是做茶 所以没有什么大困难 我们没有卖低海拔的茶 就是离山海拔两千两百公尺左右的 然后还有小绿叶产 咬着唾异的油机蜜香茶 它的特色就是原味啊 就是甘甜 其实植物本来的原味就是这样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人习剩 他们其实不知道已经被混过茶 然后去买很平的茶 我们吃进的每一口食物 都直接影响着身体的健康指数 尤其是纯净蔬食 无形地在精神和心灵层面 也会随着时间渐长而跟着转变 我发现吃素的客人很有气质 然后跟人家讲话的贪图 他们都很有礼貌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 其实人性本善 我一直觉得 曾经跌落谷底 才懂得健康的可贵 也更能领悟到食比寿更有福的道理 店里的工作伙伴们 都是需要被扶持的弱势家庭 店长也希望能透过这家蔬食店 创造更好的未来 从台北远价台中的餐饮界精英 不但把自己的精力和长才运用在 蔬食的早午餐推广上 还巧妙地变化出了早餐店里必备的 各式各样的菜单 位于台中市区的这家早餐店 每天早上的人潮总是一个接一个 抬头看看菜单 选择多样又丰富 但如果不说 商门的顾客可能很少人知道 这是一家熟食专门店 之前我们都是从事饭店跟餐厅 那对于吃这一块其实不外行 但就是说在于推广素食这件事情 其实需要学习的 吃素其实可以吃得更健康 让大家能够习惯吃早餐这件事情 推广蔬食不光是想让大家吃得安心 更是要为素食者把关 也因为这样 能做的就不嫌麻烦自己动手做 大致上早餐店该有的 我们品项几乎都有 那比较特别的话就是有煎饺类 蛋饼再来是面类的部分 自己做我们是希望说 你知道食物的食材它是安全的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口感上 我们希望有一些差异化 对那因为我们自己也爱吃 也是做吃的 所以我们不怕麻烦 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做 其实最安心又好吃 就拿早餐店必备的美乃滋来说 为了确保它是纯素 就得用豆浆自己制作 一般市面上美乃滋我们看到 都可以放半年那很久 我们的美乃滋都每天现打 对很少听到早餐店每天现打 就是为了我们要那个品质 所以像我们美乃滋里面 原则上就是一样用油 然后再就是豆浆 而且是每天早上先煮的豆浆 下去打的 所以原则上吃全素的也都是可以吃 而且是非常的特别 那像黄金蛋的话 也是用厚实的蛋下去 煎完的酥酥的面 焦焦的那个面之后 跟着吐司跟我们的美乃滋 自己打的美乃滋一起把它做组合 想要吸引更多朋友一起来吃素 在口感和风味上 当然也得替婚食者设想 才能做出不一样的新蔬食 后来我们经营之后 才发现其实有七成是吃婚的客人 对 吃素的客人才是还不多 然后慢慢才发现 可以接受的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会就是因为客人的关系 然后客人的建议会做稍微的加重口味上 开一家早餐店绝对是件辛苦的事 要开一家蔬食早午餐专门店 更是得要实力加卖力 但相对的得到的回馈 更是令人喜悦加倍 大家都很辛苦 因为原则上早餐 我们差不多四点半就要起床了 对 就要开始准备 那更何况我们有一些大部分的食材 都是所谓的现场制作 开心的话就是看客人在吃的时候 就吃得很健康 反而他会来 然后已经可能来了第五次之后 他才发现 怎么没有肉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反而我们已经养成他一个吃 吃轻松的素食的一个习惯 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 如果居家附近有一间 用心为大家制作健康餐点的店家 相信要养成天天吃早餐的好习惯 肯定是自然而然一点都不难 饭团是我们在熟悉不过的 中式早餐了 其实呢 在这团米饭里面 也是可以大作文章的 尤其是加入了 米馋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这个饭团尝起来 不只是更有内涵 也更加有层次了 看看这个养生紫米饭团 比起传统的大小 可是足足大了一倍 里头不只是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馅料 就连外面的米饭 也是集合了各种的五股杂粮 一个饭团也许就是它 最重要的一个早餐 所以我们在饭团里面 光它米饭的部分 我们就加了七种材料 例如说有白米 紫米 藏糯米 三色的梨脉 现在营养价值很高 这三色的梨脉 另外还有加小米 我们把油条拿掉之后 我们里面塞了很多 不管是欧姆蛋 或者是说我们用猴头菇 很多食材把它塞进去 用一些新鲜食材把它塞进去 翻开Wins家的菜单 竟然出现了令人惊艳的食材 猴头菇 一般早餐店 根本不可能使用这样高档的菇类 更何况它处理起来 费工又好食 以前我们说这个三针海味 三针就是指猴头菇 一般以前都是皇 可能帝王家 或者说很富贵的人家 才有办法吃到猴头菇 因为猴头菇在素食界 就叫蔬食中的牛肉 所以我们就用黑胡椒口味 那黑胡椒酱 我们有时候自己 用黑胡椒颗粒原料 自己熬的这样子 干燥的猴头菇 得先经过浸泡 脱水敲打之后 才能拿来煮 每做一回 就得花上两天时间 也难怪它会成为 店里掏客的首选名单 另外一位主角杏鲍菇 则是用好油 搭配意识香料 把它炒得香香的 杏鲍菇 其实我觉得这是老天爷赐的 一个食材吧 我觉得料理就是越简单 让它原本的味道 能够尽量保留住 只是说因为我们过程中 我们都用的是南美洲原装 进口的葵花油 虽然油用的量很少 可是那很少的油量 会对每一个我们的亲友们 来这边用餐的健康 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般餐厅 可能大概五倍的价格的油吧 就是给它用下去就对了 将精心烹调的猴头菇 杏鲍菇 包在紫米饭团里 就成了丰盛的中式早点 如果把它们夹进特制的 长宝中变成了 厚实的西式早餐 我选择的吐司 希望就是能够扎实 而且它要用真的卖 那另外我们的软饭 又选了另外一家 这是特别帮我们做的 它是用纯的葵花油 下去做它的面包 所以我们的软饭 它吃的不会脏气 那另外地饱 也特别去选了 这一间比较有口感 但是又是台湾能够 接受的法国面包 所以光面包 我们就三个面包 就选了三家厂商 另外优质饮品 也是早午餐必备的品项 混合飞机感黄豆奶 和黑豆奶的十二骨饮 也能满足一天所需的 初食营养 还有店里自制的酵素 更是促进肠胃乳动的 健康饮品 我做这个的酵素 它是比较属于日本的做法 它就单纯用新鲜的水果 切成块跟糖去做混合 水果跟糖混合好之后 它每天早晚都要 手要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有健康的活菌 细菌嘛 健康的活菌 能够在早晚都要去搅拌它 搅拌的同时 要带着人那种 要常常跟这些活菌赞美 让它里面有很正面的能量 其实在日本 也有研究水的结晶 其实人的心念是 很大很大的能量 店里有90%以上的产品 全都是自己制作 把在家吃的好料 搬上桌面和大家分享 是Vims最大的坚持 因为他开店的唯一目标 就是用素食和有缘的朋友 挂甘情 现在很流行 像是套餐式的西式早午餐 就算是把主食 换成我们中式的葱抓饼卷 或者像是挂包这些 只要食材够新鲜 做法够精致 一样能够吃得很时尚 我觉得抓饼很好吃 对 我是想要让大家吃素很有趣 比较都是吃一些饭面 抓饼有香椿 子地瓜 子山药 菠菜 海苔 咖喱全麦 一般温时抓饼一定有葱 可是我没有葱 就会味道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们里面就加了九层塔 其实那个味道就是整个把那个里面的蔬菜水果的味道提升上来 好像进阶了一样 就不会觉得吃素很无聊 不要乱加东西 其实那些生菜还有苹果豆类都很甘甜 尤其是我们用小浓的蔬果加在里面 非常甘甜 除了厚实的抓饼 店里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熊手包 它的熊手包是我表哥他自己设计的 然后他有生成专利 我想说可以让它就是多一点多圆化 因为它的熊手包是荤食 但是我就想说我们家蔬菜还有水果 还有豆类让人家吃得很健康 熊手包它的那个表面是面包皮 然后有四种口味 南瓜 黑糖 牛奶 全麦 做设计起家的店长 尤其重视摆盘 讲究美感 一旦吃过就会觉得惊天 因为餐点里藏着更多特质的小细节 整个摆盘就是有水果很多 然后我们的葡萄有加薄荷 就吃起来味道是很新鲜的感觉 就是要让大家吃这些食物的原味还是有趣 餐盘上看得见吃得到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确保无添加才端上桌 小制酱料 大制汤底 从零开始都是自家制作 依掌握物料来源 就连饮品也是丝毫不马虎 锅煮奶茶就是每天早上先煮好 一瓶一瓶先煮好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有人点的话我们再拿出来 再煮然后加植物奶 然后下去煮它就会很干纯的味道 然后很多人不敢喝奶茶 可是一旦喝了我们奶茶就会上瓶 一杯一杯煮是因为要让它新鲜 那如果你煮好以后放在那边 其实它都会有一点变质 而且即使是冷的 我们还是一样现摇 每一杯饮料都是现摇的 这些跟用新鲜食材慢火炖煮出来的锅物一样 每一口喝进嘴里都是香浓暖心 正因为有所坚持才能成就这一点一滴 相信店长的舒适之路肯定也会越走越光明 煎饺是许多早餐店必备的餐点 但是有多少店家愿意自己花时间花功夫来煲呢 而且还一口气推出了融合多色原味蔬果的五行养生系列 早晨来上这一盘综合煎饺 缤纷的色彩着实叫人惊艳 遵循五行金木水火土 搭配天然食材所设计出的五色煎饺 吃完更是让人拥有满满的活力 然后白色蛋就是大家市面上比较常看到 就高丽菜啊白色的皮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红色的 红色的话我们就是用那个红麴 但是我们用红麴粉自己磨的 红色的话当然就是用它有火辣辣 就是所谓的麻辣 麻辣口味 然后再来鱼鱼 鱼鱼的话呢它就是用抹茶 抹茶等于我们在闻那个面条 或者是面皮部分本来就很淡淡的抹茶香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有金沙南瓜 它就是用所谓的姜黄粉 然后里面当然是用台湾的南瓜 然后下去刷腔 黑色的话就是芝麻 一样我们是买芝麻回来自己抹粉 然后里面包的话就是所谓的工宝 然后就是有皮蛋还有豆干 然后还有花椒 花椒我们这里还是用过油 之后那跟皮蛋一起下去炒这样 所以才把那个皮蛋味炒出香味来 为了舍弃五星 店里特别把煎饺的内馅 用高丽菜和红萝卜 来取代洋葱的甜味 另外深受大家喜爱的蛋饼 也有两种选择 那酥皮的话就是面团 然后把它擀成一片一片 然后最主要是在煎的那个过程 把它煎得这样酥酥香香的 赵烧腥包菇原则上我们 杏包菇都是我们自己都要卤过 因为我们自己特制的赵烧酱先卤过之后呢 然后包着高丽菜 然后下去一起包着吃 然后Q皮的话就比较特别 因为一般市面上很少看到早餐店 有在做所谓的面粉浆 然后我们是每天都现做 所以它的口感会有一点像QQ的 QQ的口感 然后再让它有一点淡香 然后有点酥酥脆脆的那个味道 Q皮的话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是西魔招牌 那里面的话就是有丰富的有五种馅料 有高丽菜香菇 还有地瓜 还有那个沙沙酱 新鲜的苹果 这就是Q皮的部分 如果是喜欢面食 想要增加饱足感的朋友 还有五色制制面条可以尝鲜 那我们的面条原则上也是一样有五种 就跟我们的五行的颜色 睡觉皮是一样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制作成像三杯面 原则上三杯我们吃得很健康 原则上就是以姜 姜去爆香 然后再就是有香菇 高丽菜 红萝卜 九层塔这样 除了主餐用心做 在饮料方面当然也是马虎不得 豆浆是每天早上生姜现煮之外 还有一杯一杯 现点现打的新鲜饮品 希望说早上的每一个人 或是一个客人 他都可以喝到新鲜的果汁 因为你每天需要的就是蔬果类 可能都会不够 因为都外食 那我们又觉得说 早上喝水果跟蔬果汁是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每天采买来的新鲜水果 客人都可以喝得到 就是一天的营养都在里面 欧蕾就很特别 因为就是像我们有 红豆欧蕾跟芋头欧蕾 红豆跟芋头都是我们自己煮的 就直接红豆新鲜的红豆 然后跟牛奶加下去直接打 所以都没有再加任何的甜糖 或者是果糖通通都没有再加 所以那个味道都是最天然的味道 红豆就是沙沙的口感 那芋头就会喝到浓浓的浓稠感 什么是真正美味 一层一层用心堆叠出来的餐点 绝对是吃得出来也感受得到 客人的笑容就是最好的答案 素食者不再担心没早餐吃了 丰盛多元化的早午餐新选择 就连葷食者的味蕾也都乖乖被征服了 由此可见 无肉不一定乏味 健康肯定加倍 苏果生活质告诉您苏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